大家好,我叫王光荣 我们接着NDK技术 接着以前的讲解,NDK技术 之前我们讲了介绍原理入门 NDK开发环境,NDK开发步骤 这节课呢,给大家讲解的是NDK类型 后面我们有一个内容叫 本地函数静态注册 我们学NDK类型,其实就是为了 把下面这个不正规给讲读 就是说,我们要学本地函数静态注册 得先学NDK类型 本节课是一个非常理论化的一节课程 就是说NDK的类型 我们先看一下内容 Java基本数据类型 与其对应的静埃类型与C类型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 类型分三个部分 一个Java,一个GNI,一个C 后面的也是一样 意思类推 Java制作册类型 与其对应的GNI类型与C类型 Java宿主类型 与其对应的GNI类型与C类型 Java引用类型 与其对应的GNI类型与C类型 那么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先看 这是一个纯理论的一节课 首先我来分析一下 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Java类型 当然Java类型简单 就是Java的 Java的类型分两种 一种是Java的基本数据类型 有八个 Bool,Byte,Chial,Short,Intel,Long,Float,Double 这个是Java的基础里面的 这是Java类型 当然Java类型还有一种 就是引用类型 但引用类型 你要像再分的话 也可以分成接口的引用类型 内道引用类型 和抽象 实际内道引用类型 和抽象内道引用类型 以及宿主 都属于Java的引用类型 就这样来扩分 这幅图主要是讲的是 Java的基本数据类型 另外一个类型是Java类型 什么是JNA类型 JNA类型 实际上也 也要真的说的话 也是C类型 也是属于C类型 然后这里 我是单独把它给画出来 编辑好简介 我去看一下 我们之前讲的项目里面 这个文件 你看这里导致了一个JNA.h 这个文件里面 生意了 用TypeLeaf 大量的定义了一些 自定义的 大量的定义了一些 TypeDeaf 定义了一些C类型 当然除了TypeDeaf之外 也定义了 通过构造函数 自定义一些 自定义一些 一系列的 结构体的类型 以及结构体指定类型 总之 我的意思是说 JNA类型 其实也是通过C语言 C语言的基本语法 自己创建的一些新的类型 或者说重命名的一些新的类型而已 这就是我要说的经验类型 第三个类型就是对应的C语言类型 所谓的C语言类型就是说 我们普通意义上的C语言类型 包括C语言的基本数据类型 以及C语言的自定义类型 比如说结构体 比如说指针 比如说二级指针 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有个对照表 这里讲的是 基本数据类型的一个对照表 你看我们左边的胶板类型 就刚好是八个 基本数据类型 这八个 有个对应关系 那这个对应关系 对应来有什么用 肯定是后面要用了 现在就先知道 它是一种对应 加尔勒布尔形 是J&I的J布鲁 那么这个J布鲁 也是C语言类型 它真正的C语言类型 是什么呢 就是八个字节 其实本质上J&I的J布鲁类型 就是C语言的 UnsightedChill类型 这个J布鲁和右边这个UnsightedChill 它没有区别 一样的 只是换了个名字 C语言可以用TypeDif换类型名 真的想说一下 是 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 这个Java的 基本数据类型 有几个 有八个 但C语言基本数据类型 没有八个 那么Tommy能不能对应起来了 可以的 我们再看后边 我们再看后边 叫我的Bit类型 J&I JBit 对应的C类型 Chill Chill接Chill UnsightedShort Short接Short Short Int J&T Long JLong JLong 这就很有意思 叫我的Long类型 我们知道是 占八个字节 对应的C 对应的J&I类型 它是 就是JLong 当然这个JLong 到底是什么类型 用C来描述的话 有Long 或者说Long 因为 64位系统里面 C的基本数据类型 Long 它就已经占 64位了 这里是64位 64位 它说出了 64位 如果是C元 在34位系统 当中运行的时候 那么这个Long 它只占四个字节 所以说 我们要用Long 我们知道 36位系统里面 Long 也是占36位 就也是占64位 就是这样一个区别 所以说这里 一致性呢 还不是很好 大家开发的时候 要求完要注意这么一点 要看你的C元 是在36位系统里面运行 还是64位系统里面运行 还有float 接float 然后float double 接double 这是基本数据类型 与J&I类型 以及对应C类型的一个描述 接下来是Jobel的影用类型 影用类型 其实要说简单的话 上面一条就表示完了 Jobel的影用类型 有类接口和数字 它对应的J&I类型呢 是Jobel的影用类型 C元描述是 效果性Jobel的影用类型号 看来是个指针 当然这个又是什么呢 其实也是通过C元 定义出来的一些东西 Jobel的影用类型 原来就是个指针而已 然后再看下边 交往点lun 点class 交往点lun 点stro 交往点lun 那么这三个 难得有区别吗 其实这三个就是 Jclass Jstro 但是它本质上 后面有描述 本质上就是Jobel 只是说我们平时 书写代码 喜欢用Jclass 我的意思是说 你用Jclass 跟Jobel 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后面两个 也是一个意思 后面 再来后面来看 这是数组 所有的数组 你看 所有的数组 都是Jobel 其实Jobel 也是Jobel 也是Jobel 然后后面 这些数组 其他的集中形式的数组 我们这里面呢 分别跟他 起了很多这种 Type-lif 跟他定义了 很多编民来定义 本质上也是Jobel 所以说 从笼统的来说 就上面一句话 所有的Jobel 进步数据类型 都是什么呢 Jobel 你可以 如果说 你左边这些 这些比较特别 你可以用这些 对应的特别的一些 一些名字 这样看起来比较专业 当然你不用他 你就用Jobel 其实错过了 不过建议 还是用对应 这些之外 我们才用Jobel 这就是我们的 NDK的 类型的一个介绍 这个内容 是非常重要的 后面会 使用上 这里只是 讲一讲他的 这个作用 这里只是 讲一讲他的 对应关系 但是并没有讲作用 谢谢大家 这句课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